大家好,歡迎收看信網收市回報 美國聯儲局終於宣布退市 美股可以急升,但港股就跟不上 今日表現波動 收市更加跌穿2萬3千點的關口 聯儲局宣布退市 但聲明就說超低的利率可能會維持一段長時間 帶動美股急升 恒指今早亦都裂口高開260點 但開市已經是全日的最高位 之後由升轉跌 臨收市前45分鐘 跌勢更加轉急 最多跌了390點 收市跌255點 報22888點 成交由昨日的500多億 急增到743億多 今日恒指表現非常波動 高低波幅超過600點 內地股市今日的表現都一般 象徵綜合指數連跌第8日 今日和深淨成分指數都跌了約1% 港股和內地股市要跌 但亞太區股市今日普遍向好 日經平均指數升超過1% 我們看看焦點板塊 今日的收市表現 今日臨近美市跌勢轉急 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中資金融股 美市跌幅擴大 平保和國壽收市分別跌超過3%和2% 人民銀行繼續暫停 逆回購操作 內銀股表現亦都一般 建行收市跌超過1% 交行更加跌超過2% 賭業股亦都出現顯著回吐 金沙和澳博都跌了約3% 銀魚跌超過2% 永利亦都跌超過1% 政府公佈 明年首季會推出12幅地皮 涉及5,500個單位 已推出的數量計 是2011年季度賣地以來的新高 政府增加土地供應 加上德銀暢淡 明年的樓價 預計會跌兩成 地產股今日表現向下 行籠地產更加跌超過4% 是今日跌幅最大的藍籌 我們看看焦點股份 今日的收市表現 今日有5隻新股一起掛牌上市 當中以從事務員和殯儀的福壽員 表現最飆青 最高見過5綱5毫4 一度交交股的定價高出6.6 收市佈4.82 交交股定價高超過4.4 多謝收看信網收市匯報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見面